大家好 看我今天 这打扮像不像那个 汉奸奏狗 卖锅贼 男骂天 像吗 好我们今天啊 就讲一个汉奸的养成 海底时代呢 有一个姐姐 天天的给圆圆讲故事 既讲这个马斯洛娃 和聂和洛九福 还讲那个 李湘君和侯方玉 那时候 在圆圆心目中 那个姐姐就是一个保学之士 有一年呢 暑假一块呢 去这个居庸关玩 这个姐姐啊就告诉他 居庸关的来历 秦始皇 修长城的时候 把关押的囚犯和受过 公刑的人都遣送到这里 干复役 从此呢 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西军用弃于此 因此得名 圆圆就问他 什么是公刑啊 他随口就说 就是公里的刑 圆圆又问了 那公里的刑是什么刑啊 姐姐烦了 什么行动有 老虎灯 辣椒水 圆圆啊 听得一头雾水 其实啊 这个姐姐估计 也是一头雾水 在这个居庸关啊 这个姐姐啊就给圆圆指点 那些似是而非的古迹 什么杨六郎的拴马装啊 什么木桂英的点降台了 还告诉圆圆啊 杨基叶是怒撞李灵碑而死的 哎 他等了半天 也没等到这个圆圆发问 就怒气冲冲的说 你知道 杨基叶为什么要撞李灵碑吗 圆圆说 不知道 这个姐姐说 因为啊 这个李灵是个汉奸 居然还有人给他立一杯 杨基叶啊 就是要撞倒李灵碑 李灵是个汉奸 哦 李灵是个汉奸 圆圆啊 这回姥姥的记住了 啊 这个杨基叶啊 这个这个专门还有个金句 就是撞这个李灵碑 杨基叶把自己个人撞死了 上高中的时候啊 圆圆呢 就跟他的语文老师呢 聊史记 圆圆的这个语文老师啊 对他特别好 青睐有加 他就说呀 你应该去好好的读一读 报任安书 回家了以后啊 圆圆就从古文官职里边 就翻出了这篇 太史公牛马走司 走司马迁再百言 一打开啊 圆圆就放不下了 当天就读了十几遍 到睡觉的时候啊 他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 直到今天 你让他去背 绝对的从头到尾 一字不落的给你背诵出来 嗯 他为什么这么喜欢 这个报任安书呢 当然首先是司马迁写的实在好 其次呢 是因为他唤醒了圆圆 童年时代的记忆 就是那个 公行和李玲 首先呢 这个圆圆就去查了一下 这公行啊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行 值得这个司马迁认定自己 是身残触溃 动耳见忧 寓意反损 是以毒抑郁而无水语 让这个司马迁还说 货获获残于欲利 哀悲莫痛于伤心 行莫愁于乳仙 够莫大于公行 有这么严重吗 这圆圆一查呀 哎哟 可把圆圆吓了一大跳 这皇帝老儿也太荒唐了 也太搞笑了 也太野蛮了 也太不是人了 怎么能这样呢 继儿圆圆就知道了 这个司马迁啊 他之所以丢了个那话儿 全是因为这个汉奸李玲 哎汉奸害人哪 然而圆圆在读了这个报任安书里边 读出了一个跟印象中的任何汉奸 都不一样的汉奸 司马迁说呀 我和李玲都在朝中围观 向来没有多少交往 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并不相同 从不曾在一起聚杯饮酒 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 但是呢 我观李玲的为人 确实是一个手节操的不平凡之人 当父母讲孝道 对父母讲孝道 同朋友交往守信用 遇到钱财很连紧 或取或语都合乎礼仪 能分别掌幼尊卑 谦让有礼 公敬谦卑自干人下 总是考虑着朝廷一旦有事便奋不顾身 来复国家的极难 他历来积住的品德 我认为有国事的风度 做人臣的 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 奔赴国家的危难 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 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 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欺世儿女利益的臣子们 便跟着挑拨是非 夸大过错 欠人于祸 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 况且这个李玲带领的兵足 他部足五千 深入敌人军事要地 直抵缠鱼的王亭 就好像在老虎口上悬挂诱饵 向强大的匈奴四面挑战 面对着几十倍与我的敌兵 连续作战十多天 杀敌的敌人的数量都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 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 匈奴军长全部都震惊恐怖 于是争调左右贤王 出动了所有能拉弓放箭的人 举国上架共同攻打李玲 并包围他 李玲转战千里 剑都射完了 进退之路均已断绝 旧兵不来 士兵死伤成堆 但是 当李玲震臂一呼 兵是没有不奋起的 他们流着眼泪 满脸是血 强忍悲气 拉开空的攻险 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 向北拼死杀敌 当李玲的军队尚未覆灭的时候 使者曾向朝廷送来捷报 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彻 几天以后 李玲兵败的消息传来 皇上为此而实不甘位 处理朝政也不高兴 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 不知如何是好 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 见皇上悲伤痛心 实在是想尽一点我那款款于衷 我认为李玲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 能够获得士兵们拼死效命 即使是古代名将 恐怕也没能超过的 他虽然身陷重为兵败投降 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 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 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 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 我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 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 恰逢皇上召见 询问我的看法 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玲的功劳 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 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 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 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 认为我是攻击二师将军 而为李玲辩解 于是将我交付玉官处罚 我的前进和忠诚的心思 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 被判了一个污上的罪名 皇上仓促同意了法律的判决 我家境贫寒 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 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 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 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 我血肉之躯 并非木头和石块 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 深深的关闭在牢狱之中 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 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 我的所作所为 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李灵投降以后 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 而我接着被置于蚕食 更被天下人所耻笑 可悲啊可悲 既然读到一个不一样的汉奸 但圆圆就去开始翻史书了 她想到清楚这件事的原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呢 大汉朝从来不缺人 为什么李灵提不足不满五千 而身见龙马之地呢 为什么 旧兵不至呢 为什么司马迁的一席话 就被汉武帝认为是举二师 而为李灵游说呢 二师是个什么东东呢 为什么不能批评呢 批评二师就要被隔淡的吗 这还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